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时候佛法也不是很难 就是你不要绕来绕去 你只要针对一切违心造 这个问题专心去思维找答案 你一定可以在这一生中开悟见性 但是你学佛的过程就是这么绕 本来跳进来 马上又跳出去 本来针对这个问题触碰到心 但马上又跑出去 因为你遇到了障碍 瓶颈 挫折 佛法就是心法 就只有这颗心 你了解自己的心 自然就能安心 这颗心就叫做无心 没有一颗心实际在苦 也没有一个自尊心实际被别人糟蹋 但是你不能明白 你认为有 当你认为有 他就会时时刻刻一直折磨你 你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并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能力 只要愿意将这个议题 朝也思 暮也思 年复一年 你必有见性之日 但是如果你还不愿意针对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把握 你会见性 明明告诉你从何处下手 比如 如果你知道 只要在这一个教室里面找 你就可以找到的宝藏 你百分之百确定 你就不会跑到隔壁 对面 楼下 或厕所去找 你一定会把这间教室的每个角落都翻个遍 只要从心下手 你就可以开悟 这是很肯定的 而且就是在这个范围 你不要怀疑 不要到处乱找 很多人学佛法 都是道场乱跑 师父乱找 书乱看 自己乱想 起妄想 绕了一大圈 坐下来又怀疑自己这个修行是否是对的 这样太不勇敢了 你人生中事情越多就越复杂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你应该少接近会让你引起烦恼的事 但是 如果你有能力把所有的事都提起来 那当然更好 少碰烦恼的事 事情越少越好 因为事情越多 负担就越多 这句话是对的 这是阿罗汉的境界 但是如果你愿意做所有的事情 把负担变成承担 你就是菩萨 两句话都对 佛法的理论 叫心药 简单恶药 你能够确定怎样就怎样 而不应该想东想西 跑来跑去 自己耽误自己 害自己在学习中绕一大圈的路 一般人都是越学越退道 很少人越学越勇猛 因为越学错着越多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只要朝这个方向不退 你面对这个方向 我只要下去 一定没有错 只要水到渠成 你自然会见性 你就建立起了学佛真正的信心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 没有这个信心 不管是在家人 还是出家人 大家都不敢想明心见性 只比较敢想往生极乐世界 有时候 明心见性 是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的 有时候 是物则刹那间 有时候是很快的 但是两者是无妨 不管你见不见性 还是明心见性 你都会死 你迷根物都会往生 所以 能去就去 不能去 如果你有气魄的话 你就去创造一个佛世界 这是达摩大师的宗旨 请你这么肯定 这样 你才能够从心下手 文后思维 你能 弃而不舍地 去了解你的心吗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